各位想要用藍木還是用綠木 清菜齁 好的吧 來 我這邊揮進來 你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 我們有準備兩個 你要左邊的還是右邊的 那是小朋友啊 誰要 兩個都是小朋友 好啦 我用它好不好 好 用藍木的齁 其實用藍木跟綠木適當都可以 那這兩個顏色呢 都適合拍人 拍東西就不見得適合 但是人的部分可以 那你叫進來的時候 他會問你 就是你的那個畫質啊 或者是比例的部分 有沒有一樣 好 進來了 那我進來之後呢 我把它疊到上面來 好 我們剛剛已經很清楚知道 像這個 現在要確定 如果我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疊在他們的上面 對不對 那大小當然你可以自行調整一下 我們先 這個沒關係 可是在沒有去背狀態之下 這樣是不好看 就剪刀降弧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做去背 在哪裡 在這邊 你可以點在這個素材上面 你看滑鼠兩下 左鍵兩下 或按這個修改 都可以 好 我們進到這個修改 這個我們稱作子母畫面 它有一個叫子母畫面設計師 有沒有 像我們電視上子母畫面 那現在呢 我們的威力達爾免費板 就有這個功能 就是可以直接做所謂的色度去背 我們要的就是這個色度去背的功能 你先把它展開 把它展開 把它勾起來 好 結果 它預設 你看 把人拿掉了有沒有 不對 因為它預設顏色是配色 我們要的是藍色 所以滑管滴一下藍色 有沒有就去掉一部分了 你看這個在勤進的過程 對不對 但是現在去的沒有很好 所以呢 它下面呢 有幾種方式 可以做調整 原則上是由上往下調 就是你由上面的參數 由上往下調 比如說 我這個顏色藍色 我需要容許多一點點 有沒有這樣 我們效果會好一點點 有沒有 會好一點點 好 再飽和度多一點點 有沒有去 乾脆你去太多 它可能連什麼 人是不是都去掉了 所以 我們在電視上 看到的 其實就是做即時的 做即時的 那 透明度 來 這樣是不是又好一點點了 那邊緣的清晰度 越來越清楚了有沒有 所以 你可以稍微嘗試一下 那一般我們當然 比較少會這樣子 就是直接切斷 通常會盡量把它擺到旁邊去 避免曝光 那你可以直接play一下 看看說 欸 做好之後的感覺嗎 因為我後面已經沒影片了 所以我拿 拿前面這些 這樣 這樣有沒有去備了 這樣了解了嗎 這小朋友在做回聯 連續動作的回聯 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它按儲存 這樣您就知道說 電視台那個怎麼做了 只是我們是用軟體 以時間換體空間 那個金錢 那 如果有 學校比較好的設備 就是直接就替換成 背景 就跟電視台相同 那 最後呢 如果你這個做完 我們就可以做什麼 輸出的動作 輸出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輸出 免費的版本就可以輸出 最高輸出到Full HD了 就是1920x1080 免費的版本 你可以用這裡 Windows的Media 這裡 你就可以選擇 你輸出到 這個 1920x1080 這是免費版本就可以做到 那如果您用的是 現在這個付費版 當然您可以選擇 比較高畫質的 H.264 這個就直接是MP4的格式 你可以選擇MP4格式 那這樣的畫質 會比 Windows的Media 再更好一些 再更好一些 那 你選好了 你要輸出的 這個格式之後 在這邊可以選擇 它輸出的那個 資料夾在哪裡 通常我都不太喜歡 放在我的文件夾 因為那都是 圍繞的文件夾 又不是我的文件夾 對不對 比較不容易找到它 好 存檔 最後呢 這裡按下開始 就可以了 好 就從這邊按下開始 那 這個時候它就開始幫你做輸出 所以這是整個大概 威力導演 基本的影片剪輯 在我們針對什麼 藍目綠目 還有這種說實攝影 其實每一個都可以做 然後就是 照片的部分 你的長度是可以由 您自行去決定的 那影片就是 我們透過剪輯 透過剪輯 當然你說威力導演 可不可以錄影 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所以 平常我自己在用 我會先在什麼 如果假設 我是錄教材的部分 就是 不是現場的這一種 我會 在エディープ 裡面先 簡單做好 做好之後 再拿到威力導演 做更 進階的需要 因為其實我在 エディープ 我就可以做很多了 對不對 我們那些教材的內容 基本的編輯 都不太沒完成 除非說你需要 比較進階的功能 你才會需要用到這部分 那這個已經好了 所以 我現在在這邊 我會在這邊 給你們看一下 原則上 MP4的這個格式 有沒有發現 32秒7.8Mb 對不對 大概是像這樣子 好 不好意思 今天可能就是 大致上 如果說 老師您回去 使用上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我在這邊 都有留下 我的聯絡電話 跟E-mail 你也可以到我部落 都可以 這樣的話 希望大家 今天 這樣 看了我們的錄影的方法之後 對大家 以後再做教材 有所幫助 謝謝大家 謝謝